酸辣粉 好吃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写的酸辣粉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橙醋和辣椒的量 都可以按自己的口味来定 我听说 爱吃醋的人都很装衣 木薯粉煮到带一点透明就可以了 放上超好水的青菜 灵魂花生 还有杂菜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蟹黄豆腐堡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我听说 爱吃豆腐的人都很温柔 炒至起砂 就可以加入清水了 下入豆腐 碗豆 还有切好的蟹柳 来一点水淀粉勾芡一下 嫩滑的豆腐 裹着浓郁的汤汁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不够吃 我再去炒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炒泡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不会变凉水 不会变凉水 使面条更Q弹 最近总是听到有人说 爱会消失 对吗 我觉得不会 会消失的 那就不叫爱了 加入调料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肚子饿的时候 三五分钟 就能做出来炒泡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觉得女朋友就是用来哄的嘛 她还没吃生气了 我就给她做这个 所以 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觉得心太软 没有人哄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红枣剪开 取糊 糯米粉加水 比例是4比3 揉成面团 放上一点黑芝麻 就可以上锅针了 最后在表面淋上一点蜂蜜 向天软糯的道歉小零食 心太软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上次说到掉头发的问题 大家的反应都很大 今天来找一个很棒的小零食 男朋友们拿出小本本 要做好笔记哦 先把黑豆 核桃 黑米 黑芝麻 炒熟 最关键的还是食材的配比 我都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把黑豆放进破冰箱里 搅碎 接着是黑米 核桃 以及黑芝麻 再来点枸杞 接着就可以练蜜了 练到这种微微起泡的状态 倒入打好的食材里 爪板均匀 在戳成球的时候 干开始会比较干 多摧火 它就会变得油滋滋的 把黑芝麻丸包裹起来 你看我一次做了这么多 早晚来上一颗 再也不用担心做兔头小宝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韩式炸鸡 没有男朋友的 就只能自行动手了 试一试用牛奶研制 能很好地去除鸡肉的腥味 变得更加多汁 挂马虎虎的鸡肉 要再张一遍面粉哦 冰冰 油温六成热 就可以下锅炸好了 你看炸出了很好看的鱼鳞片 等油温升高 复杂一点 它会变得更加的酥脆 来做一个韩式辣酱 辣酱的配方在屏幕上 这个辣酱 胖安饭也超级好吃 傻善吃嘛 就可以出锅啦 而喜欢的人 躲在空调房 边追剧边吃炸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不敢肯定 你们小时候都吃过 今天做的这个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屏幕上的调料混合均匀 擦干水分的花生 先加入淀粉 再分次加入面粉 抓拌到可可分明 不粘手的状态 就可以了 油温不能太高 四成热 中小火慢炸 糖和水的比例是1比1 搅拌至粘稠 加入花生和调料 表面挂霜 互相不沾黏 酥脆的外皮 味道是甜甜辣辣的 过年用来招待亲戚朋友 超合适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家那位还过六一吗 我家那位说过六一 还是需要点仪式感的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一顿 灵魂黄豆酱 加半碗清水搅和搅和 几个人吃就搭几个蛋 炒蛋大家应该都会吧 青红椒炒香 再加入炒好的鸡蛋以及料汁 盘汁要多一点不够要加水哦 盖上盖子 门30秒 在门的时候打开雪壁 塞入茶包 老规去柠檬去紫 要不会发苦 用力的一巴掌把破和叶拍醒 倒入泡出茶色的雪壁 这一款饮料你们一定要试试 太适合夏天了 简单方便一下子就能做出一大锅 躲在空调房里和喜欢的人 来上一碗热腾腾的面 这就是幸福吧 你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家那位要是不喜欢吃蔬菜 今天这个一定要学哦 黄瓜萝卜西葫芦火腿小成片 再切几片芝士 长的在下面短的在上面叠起来 卷的大小主要看你的网有多大 记得网不要选太深的哦 鸡蛋液加入盐和黑胡椒调味 然后倒在蔬菜卷上填满空隙 放进烤箱整十度二十五分钟 西瓜嘛肯定要一整个吃才过瘾啊 用搅拌机把西瓜和果肉打散 调入冰块和羊肉多 你们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选这么大的 但是打西瓜喝起来真的很过瘾 嫩滑的蛋液包裹着爽脆的蔬菜 像这样子切蛋糕一样切下来一块 看起来颜值是不是特别高 在上面撒点黑胡椒再装饰一下 一口就能吃到好多种蔬菜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